各位 大家好 大家知道我很喜歡說話 亦很喜歡說故事 我會開一個新的說故事系列 之前有說中國歷史故事 接下來會繼續說 也有說文言文故事 成語故事等等 接下來都是以人物為主 這輯故事主人翁是歷代宰相 這次不是正規的故事 而是日事 日事的意思是大多數人未必知道的有趣故事 或未經正史披露的小事或趣事 《宰相》很多人都聽過這個官名 但《宰》和《相》是甚麼意思 其實《宰》是主宰的意思 《相》是輔助的意思 最早這個名字是建於 莊子的杜托篇和韓非子的顯學篇 《宰相》的官是很大 在皇帝以下最大官職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現在大部份國家都沒有帝皇 皇帝 例如美國的總統最大 然後是副總統 香港是特首 政務司司長 英國有副首相等等 總理有副總理 如此類推 即是說他在歷史或政治中 都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 怎樣成為宰相 或是這麼說 他做出的一些決策 其實很大機會影響了國家的命運 而這些人怎樣成為宰相 或在他期間發生了甚麼事 其實都很有趣 因為我以前看中國歷史一開始 都是看人物傳記 開頭是看名將的傳記 然後看名神的傳記 再看奸臣的傳記 再看幻觀的傳記 後非 其實在裏面都有很多東西學到 宰相 我想大家一想到這個官職 歷史上很容易想到 好像是諸葛亮 最出名 最清道的其中一個人物 但一聽到巡愧 真是火都來了 真是想打他幾次 這是奸臣的代表 其實 宰相這個角色 當然是很有影響力 但可能有一些很有能力 但人無緣人 中間都會做出一些對別人不利 或者對國家不利 或者做出一些奸計 去謀害身邊的人 雖然最終是上位 或者他對國家有很多貢獻 但每個人 好一面背後都有不好的一面 所以我們去看很多的宰相 可能有些能力未必很高 但他都很忠心僅僅 鞠躬盡水 有些雖然能力很好 但他可能 好像逢道 歷史 是六朝 即是他沒有什麼 人沒有什麼底線 即是誰找他就去做 也有些 他本身是一個 卑微的人士出身 以往徐朝以前 大部分大官都由貴族 去擔任一些世襲 一定是出身貴族 很講的門帝 但去到徐朝 開始有科舉 有些民間人士 有能力的 讀得書的人 或者有才幹的人士 紛紛有機會上位 而另外有些宰相 就是一個朝代 滅亡 去到第二個朝代 取代的時候 中間 幫助帝王 建功立憶 例如 朱元璋下面有很多能臣 劉邦 這些都是平民的皇帝 靠身邊的賢人 幫他打江山 這些就是 開拓 一個朝代的 宰相 亦有些 守成的宰相 有些 創立新的制度 改革的宰相 好像黃安石 張居正等等 有一些 亦有爭議性的宰相 例如 楊國宗 秦繪 甚至 有些宰相 其實某程度上 他 表面上不是宰相 但實際上 是在控制大權 而 宰相在不同的朝代 都有不同的名稱 而去到 有一個很關鍵的時間 就是明朝去到朱元璋 廢除了宰相 沒有了宰相之後 對於中國歷史有甚麼影響 都是很深遠 但是宰相 都是用另一種模式 去出現了 例如 明太祖廢了宰相之後 有個 內閣 一些大學士 負在他 後來張居正 其實他都不是宰相 都是內閣的首富 去到 清朝 先後設立了 南書房 康熙雍正 和軍機處 主要處理突發的軍機情況 例如雍正的軍機處 主要處理 攻打西邊 葛爾丹 主要去策劃這件事 以及如何修復 西藏 新疆的軍事和俄羅斯的戰爭 都是以軍機處作為 核心的決策中心 所以看到 到後期 宰相 一方面 直接被廢 或者宰相地位 一落千丈 王權不斷上漲 所以 产生了一件事 當皇帝廢的時候 會出現很多 卵子 或是有幻官 或是奸臣的當道 或是 很重要的大臣 他都作出不了決策 因為 都已經沒有載上這個位置 可能 大家互相 勾心鬥角 皇帝反而有時 在幕後操縱 或站在一旁 看看你們如何鬥法 用權術 將大臣 玩弄於鼓掌之中 當然 剛才提及 宰相 是中間言語之分 但 聰明的人 不是聰明 好的人 不是聰明 他們裏面有很多 不同的特點 我們希望 透過 一些政治 和野史的日文 讓我們立體 了解 歷史上重要的 宰相人物 當然 我們希望用輕鬆一點 的情節 不用 這麼嚴肅 因為歷史很有趣 亦可以透過人物反照自己 反照現實 有很多事 我們都可以在當中 學習 亦會 體驗到日光之下 無紳士 人性 共通 第一集的主人翁是誰 大家想不想知道呢 就是 袁木求雨 願者尚調的姜太公 又稱姜尚或女尚 就是 中國 第一個封建 朝代的 開國功臣 亦有很多 很有趣的奇聞 如果我們 有看過 一個小說 《封神榜》 說了姜子亞 懂法術 亦說 他可以 如知未來 好像 一些 師傅 可以 用法術 或者知道 很多 隕藏了的天機 究竟 是真人 神人 神仙 是甚麼人 我們下集 和大家分享 下集再見